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创联航A-House 《走进南沙》我是主持人Leo Hello 大家好 我是Chris Chris 我们上一条跟大家分享了 我们现在关于我们广州自贸区南沙的一个购置 我们一个招门示范片区的一个更新的情况 其实大家很关注的是我们第三备标 商业地标的星河Coco Park的一个建设的情况 当然我们在上一条的视频也看到 施工进度是很理想的 好了 除了上次介绍的大迹 很多观众说好看 不过贵一点 但不要紧 今期也是介绍我们三期的隔离一座的产品 它也是目前来说整个招门片区当中 更加偏向一个自主改善的一个户型 两梯四伙的产品 面积分布于120多方至140方的四伙的产品 对比于我们之前上一期看到的180多 200多的这个积数来说 是有一个落差来的 我觉得这些来说 对于一些可能银马未算很充足的朋友来说 这种产品尤其是想买我们招门片区 中心片区 享受到我们现成的配套 现成的交通等等 所有最核心的位置的版块 这一种的户型也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客户首选 还有这个地块偏改善的 这次的户型有没有什么特色 我听闻就是120多方至130方以内 做了一个五房的单位 这个是我觉得现时来说 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140方以下的产品 基本上都是做四房的 就是大四房也好 或者是其他功能区的一些房间也好 但是做到五房的产品 可以说少之有少 基本上是没见过 尤其是广州南沙 其实我的看法就是可能港州这个地方 一线城市 它一个人居居住的功能性需求会更加自大 可能它的家里面来说人数会比较多 所以星河东宇湾这次也可能会 根据当地的一些生活的习惯 而做了这个户型出来 至于它的户型是怎样 我觉得我相信我们要将个镜头交给观众去感受 可以就行 不可以 反送可以 立即去片 立即去片 如果大家有关键 也要抓到 这些地方 就会在这些地方 更多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 也要建设 几个人 我建设 了 那些地方 都不可能 都不可能 我建设 这些地方 都不可能 我建设 好了 各位观众 现在就来到我们星唐冬月湾一座的产品 一座产品的情况是一个两梯四货的产品 其实是属于我们一个自主改善型的产品 亦是偏大积一点的 有我们的140方 128方 还有我们这个127方 今次为大家主力介绍的产品产品 作为星唐冬月湾来说 其实他今次一座的单边位127方 做了五间房 我觉得是比较一个新泳的概念 我们今次就一起看看这个127方的产品 究竟它的亮点在哪里 和它的不足之处也在哪里 Lio已经在里面参观了 我这点跟大家从头开始介绍了 首先我们现在入户127 是一个4加1房的产品 入户这里是一个空间 有一款开发箱是赠送的部分 其实这个过度来说 空间很足 可以做两边的鞋柜的空间也绝对是足够的 Lio 今次这个127方的积极 你怎样看的 很神奇 其实我个人觉得 其实现在就好像我们有很多影片 都跟大家说过这个问题 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功能性 大于它的面积 而我们128的平方可以做到五房 还有入户空间的互营 在市场上应该说我们偏向于那个大湾区西部的城市 是 珠江中 珠海中山江门 是仍未出现过的 但是在广州这个地方 因为它人口比较密集 群众的需求压力颇大 所以其实现在 给大家了 已经是在说120多平方要做到五间房 除了我可以有两个小朋友的房间 老人家的房间 还可以多一个什么呢 工人房 而且这个工人房 采光面积都蛮不错的 而且这里又是一个飞机互营 我们可以把整间屋 关系好的 和关系不好的 就运在两边 先讲解我们这边的房间 好的 127方来说 其实对这个饭客厅的空间 有没有什么提法 正常 我觉得是正常 它不算很出众 但是有的部分 以及空间感 让我准备感受到中间的水平 好 看回这一边 首先我们第一个理解就是128平方做五房 有点硬来 所以其实我很担心它的房间会不会很小 中间的位置做了一个公共卫生间的摆放位置 其实它Size上是很好的 升盘 码筒位和我们的临路设施 好了 第一间房 它每一间房都不是小房 这间房有15个平方 160多 170尺 它都是做了一个塔塔米给大家看 如果大家要摆放六尺床 标准衣柜可以满足三边落床加上电视 没问题 所以其实作为普通的客房来说 我觉得绝对是满分 再来看看这间客房 这间客房可能给大家看的那间 要相对小一点 可能是八到九个方座 但是怎么说呢 麻雀虽少 五藏俱全 该有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齐目 这一个Size 的床 做到三边落床 其次来说 127方 本身做五房的户型来说 都已经是少见 可能它可能会有部分一到两间房的积 相对来说空间会小一点 没错 而来看我们餐厨的部分来说 餐厅的部分来说 我认为是中规中规的位置 但是厨房来说又不错 厨房不错 厨房是不错 首先最直观的一件事 就是留了一个双开门冰箱给大家 这个双开门冰箱 其实位置是足够size 大家去做的 一个U字型的厨房 其实用起身 对于这个积来说 用起身这个厨房 都颇为好用 但是我觉得美中得足的点 就是 留意回这里 它会做了一个室内的油烟机 就是这个煤气炉 热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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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都很正常 因为其实我们遇到 留了一个标位 其实我们的标都会做在这里 是 其实它这个摆法来说 因为现在 就已经不一定很多 法商会将这个热水气炉 就是所谓的热水气 放在露台 尤其只有一个露台的壶形 它会放在这个位置 当然它欠了些钱 它没有装到一个柜 装到一个柜 令到就是它有一个外路的设施来说 但是这里在楼宇设计上来说 它那条通风的管道 就更加接近屋外 在安全上也有倒墙 没错 好 先看看我们其他的位置 其实这里不错 128平方 开间有4米 超过4米的开间 所以虽然它的梳化背景长短 但其实开间来说是不错 没错 另外其实客厅 饭厅部分的空间 整体来说 感官上都可以 而且这个壶形 在三期的产品来说 它是贵的 单价是贵的 因为它既有景观 功能性又强 因为它既有景观 我们整个露台的闊度 接近1米8 1.8米 而且整个开间来说 有超过4米 所以如果我们在中高楼层的情况之下 我们五楼已经可以见了整条河 对了 对面的公园做好了之后 我们大概在6到10层左右 就已经有一个很美景观的一个视野了 对了 而这个位置 目前看到这个公园的景 其实你可以幻想一下 再高几个楼层 到时看到的可能是有不同层次 尤其是这个公园的打造 可能会有更多的绿席 不同种类的绿席 五盒绿色 可能亦都会是这个壶形当中的一大两点之一 对了 好 先看看我们其他房间 这边有三间房 最尽头的这间房 我相信应该是平时我睡的 在香港有这间房间睡都已经很奢侈了 我们立刻去看看这间房 这就是香港的新楼的两房 哪个小房 大概是4.5平方左右 这里给公寅姐姐睡其实挺不错的 彩光很正 独立的空间 楼底又够高 房间两层 睡两个姐姐都没问题 所以这间房子算是送给大家 可以用来做工人房 可以用来做studio 而且它是单边 自成一个 不会有互相影响 互相吵到的一个情况 所以今次的 星河东宇湾的这个产品 可能也是考虑了 现在我们这边的一些 现代人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可能会做了这间房给大家 这间房子会吓到我 这间房子 我一坐下去 它会抱着我 有一抱着你 哇 有安全感 现在成都市人都是欠缺安全感 是的 这间房子就是一个小朋友的活动空间 当然它也是一个小房 我觉得做踏踏米都可以够用 但是不大 反而我对入门的两间房子 就会觉得比较不错 比较好一点 两间客房 我们再看看我们的主人房的位置 好 空间上面对于这个积 这间主人房其实我觉得是OK的 是OK的 因为入户的转角位 洗手间的位置 其实是预留了一个衣柜位 转角位 给大家做一个衣柜 逼劲 128个房子 你想怎样 这个主人房 我觉得已经是很好的 物尽其勇 可以说 今次的开发箱做的这个产品 是啊 几样东西 6尺床 衣柜位 衣柜位 或者梳装台位 然后全尺寸的窗台 我觉得已经够了 因为可以给你一个三边落床 其实仅仅都是一个128平方的单位 128的户型我们视频上见过大把 大把 但是做到五房的话 的确又没有几个 所以它也都成为了今次 广州南沙自贸区 我们星黄中玉关三期产品里 算是它的原始定价 比较贵的一部分 这个户型在定价逻辑上 它的一个军价要去到33000左右 同层我们会有128平的一个四房 会有142平的四房 包括这一间产品 还有一个141平的一个树厅 传统南图桶 基本上 二期的产品 面积段全部都是偏改善 单价全部31000起 高的位置去到35000 刚刚上一期节目我们看过的柳王 大面积是2007的那个库型 那一座的单价高留层去到38000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想买 南沙的区中心 买现成的配套 如果不想等待 我一分钟都不想等 OK 你买这个盘 如果是300万以下 你买二期 300万以上想强烈改善的话 可以尝试考虑一下三期 其实我个人认为 它的二期性价比会更高 没错 好了 这期节目我们又说完了 关于星河的产品 我们一连续更新了有两集 两集 二期的产品 锁成无比 尤其是我们今年正式开放之后 除了梁振英先生 多次带人来走访南沙 这里真是一放难 而且热度就会越来越高 不单是说 除了香港部分的一些人士之外 南沙目前在内地大湾区的一个曝光岛 亦是备受很多城市 不同的板块的人民在看 所以南沙的产品 可谓真是报告 所以我们的看法 尤其是我们招门中心 感兴趣的朋友 应该留意一下 我们这个星河公园湾的朋友 究竟成果是如何 好了 我们这期节目又差不多到这里了 我们关注南沙的朋友 记得点击我们有下面的门钟 我们将最新的一些南沙的情况 不断分享给大家 还有想了解更多寡言南沙 包括读书、医疗、养老 生活居住上的问题 也可以连提友藏分找到我们 我们是会有专人为大家服务的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好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